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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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不明白 他不明白什么叫人生 他不明白谁是神 他不明白主耶稣为他做了什么 他不明白罪是借着主耶稣是可以胜过的 你见不见他们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而所以导致他们活在黑暗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教会不应该活在黑暗里面 教会不应该呢 这些又不行 那些又不行 导致他们又充满了罪 又不同心 人数又不增长 连我牧师都好像一旧梦似的 那叫金灯台吗 有什么搞错 是不是 连我牧师 连圣经都不明白 那叫金灯台 不是 金灯台 我们讲法光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处境 明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所有这些的谜题 明白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 明白神为何创造我们 明白神的时代智慧和时代计划 换句话说 人生当中 如果我们认识这位智者 拥有这么多智慧的神 其中有一件事我们会和他一样是会发光的 不单止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能够帮助人明白 那就是发光了 明白吗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 就算连中国人都知道 明白和发光有关 就算西人都理解就是 明白和发光有关 所以他们通常画一些卡通 漫画 想到东西的时候 头是着眼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明白和发光有关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很多话 真光照耀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发光 其实是让人们去明白神的真实 明白这个福音 福音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光 是让我们以另一种亮光的体见 人生里面的每一样的意义 无论是你的工作 无论是你的时间 无论是你的金钱 无论是你和人之间的关系 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光 我们很多时候会理解抽象的 但我们先理解最基础的东西 先理解最基础的概念 我们现在由灯台最基础的概念 先说明白 而这个明白牵涉到什么呢 我们尝试去看看 在圣经里面 代表了金灯台的这个架丝 它的结构和放在哪里 原来你会看到金灯台这个存在 发光这个存在 只是存在在圣锁里面 我们知道圣锁里面有三件架丝 有陈志平 我们知道有金香炉 我们知道有金灯台 你会看到金灯台 只是存在在圣锁里面 换句话说 关于明白这个啟示 和这个祝福 和神所给我们开始接近神 那种光明的特性 只是在教会时期才出现 所以完全合理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在天国比喻里面 说关于明白呢 为什么祂会说祂是世界的光 并且说我们 都是一样成为世界的光呢 原因就是教会时期 才被赐下这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有圣灵 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 所有真理里面 祂是我们的教师 祂是我们的保卫师 明白吗 虽然我们的性格 能够和圣灵合作 的话 其实我们自然就发光 就好像圣灵是油 我们是眼灯的 我们会点得明白 是不是 但是问题 你会看到很多教会 或者很多人 好像牛皮灯笼 所谓点极都不明白 虽然好像玩字眼 但是那个字眼也是真的 他们真的不明白 即是明白个名字 又是点不着 又是 很多教会是这样 落在这个光景 原因就是他们一生 用尽他们所有气力去排斥圣灵 OK 不理直着他们自己的 怕了圣灵在教会的带领 怕圣灵将教会带到哪个 空险的光景 甚至他们的性格 他的内涵 根本就是使圣灵忧伤 导致圣灵离开 所以教会 他只能够羡慕别人有的东西 好像其他教会 很多都可以攻击我们的教会 只会羡慕我们的东西 但是永远不会拥有 我说的是 永远都不会拥有 我们有的东西 原因是什么 他最多只能够抢别人有的东西 他不能够自己制造这些东西 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那个原理 所以你要看到一个技师 他因为明白一个冷气的原理 他才能够修理得到 所以你没有办法不明白一些原理 来能够掌握到那样的祝福 那样的技术 那样的科技 那样的技术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回来再看金灯台 有没有留意金灯台 第一 他除了在圣所里面之外 第二 金灯台 他在圣所里面的原因 就是在2000年教会历史的原因 事实上 这个金灯台是代表圣经的 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圣经只能够在这2000年里面 是完成了的 因为你知道整个新约 加上旧约的圣经 等于66卷 其实是在我们所说的 教会时期去完结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他没错 他摆在这个位置 真是一个的预言 但是同样这个灯台 亦给我们知道一个事实 如果这个灯台是要明白的话 他要明白些什么 第一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金灯台的球花杯 总共加上66件去砌成 66个洞 它是用一块金打出来的 但是分球花杯 总共你数得回 它是66件 而这66件 即是七条枝子里面的66卷 是代表了新约和旧约 所加上的66卷圣经 所以原来这个灯台意味着 告诉我们 我们要强调在哪一方面去明白 而借着这一方面的明白 去使我们行在光明当中 去使我们有30倍 60倍 100倍的明白 就是借着圣经 就是借着明白66卷圣经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这66卷圣经 其实它们围绕着 只是七个题目 所以你要看到金灯台 根本 我们看到没有好错 有七条枝子 但是七个branch 七个枝杆 上面 是摆着多少颜灯 只有七颜灯 而这七颜灯 就是什么 七颜灯就是七个节旗 我们曾经说过金灯台诗篇 给我们知道真的 它有七个节旗 其实代表了 原来66卷圣经 围绕着一个旧熟计划 而是围绕着一个时间表 去写成的 而这个旧熟计划 这个时间表 在圣经里面 以什么 成为一个最完整的活剧 就是以七个节旗 成为最完整的活剧 所以原来我们想发光的话 首先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66卷圣经 使你成为一个明白的圣经 成为一个发光的圣经 使你能在人生当中 人家只会羡慕你 因为你拥有腐足医治 你拥有各样东西 因为你明白66卷圣经 但如果你要成为金灯台 那你就一定要有灯 有七眼灯 而这七眼灯 原来我们除了明白66卷圣经之外 我们就百分之百一定要明白七个节旗 这个就是为何在这个灯内教会 教祭司 教会莫 祭司仆 但是全部教这些 无论祭物也好 或者牵制也好 是围绕着七个什么 七个节旗教的 而实际上去到启舍的时候 七个节旗更加走不走 对不对 它是代表了神在这个救赎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 和主耶稣第二次来 当中所发生的时间表 所以你要看到 原来我们再进心明白七个节旗的话 那我们发觉光辉就更加大了 更加多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这个就是 在金灯台所告诉我们 关于明白那方面的事实 所以你要看到不是偶然的 我们教会能够明白66卷圣经 我们教会能够明白七个节旗 是导致我们教会 在各样祝福智慧上 是出雷不碎 不是偶然的 这个世界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没有什么有偶然的 每个人所中的 就是自己收回 那些人他自己 不弃着知识的话 他自然就活在愚昧当中 就算你如何偷窃 妒忌也好 他无法得到别人的祝福 但如果你活在明白当中 出雷不碎当中 你各样的祝福 各样的这些事情 就会为你而成就 看不看呢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 你会看到我们教会 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去到现在的这种能力 这种的祝福 这种的增长 这种神的同在 甚至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发生的事 神有恩高在我们教会身上 这些全部都不是偶然的 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按住 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身为基督徒的发光方式 就是基础 就是先是金灯台的 这六十六卷圣经 然后再在上面 我们理解七个节旗的真正的意思 而他点着这七眼灯 那我们就开始这种的发光 解释第一章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或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是指使人 常要我更靠本聚 晨晚失败到清晨 愿我一生 投靠你华圆没分 全年你华与道头 忘记往日中伤感 前路去 哪怕月亮才暗 前往前路未回梦 让你怀愿更生 主人跟着你的指引 为神与真理竟着我伤 尝词已我厉害 刺身身的方向 而我立志跟着靠近 上帝永照亮我 末末末末末末末 末末末末末末 末末末末末末末 six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